《封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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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一直很喜歡截刀片 就加上那段時間剛好在疫情的中間 就是全世界都很低迷 就覺得我們也好久沒有 屬於我們自己的一個賀歲片 所以我覺得說把這兩個融合在一起 大家都是偷錢偷畫啦 偷鑽石 好像也沒有把這個東西還回去 是不是滿有趣的 因為從來沒有拍過這一類型的電影 我終於就等到了 比我想像中的小聲 就陳友明飛到我的頭上 整個東西都會滿好玩 很像是一個Party的感覺 特別的體驗 然後也很開心這次可以加入 很好玩 每天就想上班 開玩蟑螂拍獎 我完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滿多劇本上面的 一些激發都是團隊 今天導演平常就是 他會一直跟我們討論現場 每一場戲啊 大家想要做什麼可以加什麼 來嘛 來嘛 我打完問了之後 我轉頭問了 沒事吧 導演都挑戰一些這種 一般人不太會去挑戰的題材 娛樂性很強 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大家可以互相影響 互相吸收 互相交流 就是大家都是 很有經驗的演員 然後一上去就可以 很自由地演出 我覺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大家可以帶你家人朋友 帶你競電影院 就是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個 很開心很快樂一個體驗 帶回以前 全家大小會去戲院看 赫歲片的那個感覺 看 七點八大台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